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就是我们帮人民力量拉票万必第一次进入立法会 那天就是9月9号来说 我记得差不多 如果是的话 你眨眼就十二年了 其实人生真的没有几个十二年而已 当你有八十多岁的生命就只有十二年而已 就是这样过去了 我还记得那天我是负责在广福道 街站最后拉票 跟我一齐有客家嫂 我也不太记得 因为我们都是一堆人分散 那十几年了 好了 今天我们当然 以我们的格式 我当然要追回一些时间 否则还想到十一点 现在九六点半 是否这样搞 也搞不定的 要养足精神 为什么呢 明天很紧张我们 正啊 明天我们国家队 这次将会主场 对沙迪阿拉伯 对沙迪阿拉伯 根据我看过去的记录 原来我们对沙迪阿拉伯 都是稍稍落后的赛职 反而没有对日本差得那么远 不用怕 而且上次沙迪 输得比印尼 和印尼 和印尼 喂 真的和印尼差不多 中国会抓过 吊你老王 喂 我认不信 现在呢 有够直兵的我们 现在呢 呃 内地呢 我们伟大祖国的网民就说呢 要最好出三个桂化兵 嗯 那当然啦 我就记得当时 有人说过 哎呀那你不要搞啦 不如你摆掉十二个桂化 把西的笨擦 这样 就是 去到现在这个环境呢 那就是桂化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桂化就是桂化咯 但是桂化就不代表你赢得到 你不同以前 以前我们当时呢 我打机会有什么 什么三刀主 就是Santos 刘毅 有个刘毅吗 刘毅 然后 日本那个 是啊 是啊 我有几个名字 这么古怪的 三刀主 刘毅 还有前面那个 呂比衰 是啊 呂比衰 人家那些叫有用的 嗯 我们那些不代表没有用的 先看看吧 好了 如果你说能够赢到沙特阿拉伯呢 对我们出线呢 真的都很有希望 这次呢 公道点说 大家不要说 很有编辑 对中国足球 我自己有一贯的看法 但是 既然我 都能够客观去看这些队球的话 大家先看看客观形势 我们还有啊 看看 五 有九场球队 是啊 是不是 六队 是啊 有九场球队 27分可以拿 喂 哎 你这么快就觉得自己在输了 你想想一下 下次我们主场对日本 嗯 你如果日本再赢我们7比0 那你才 你想想 什么啦 真是先气馁 都没时间 喂 还有 还有 就算日本再赢到100比0 嗯 就是107球 我们是不够日本踢的 喂 我建议集中精力 我们不要想到第一 嗯 集中精力去对印尼 是 集中精力去到澳洲 是 集中精力去沙地 巴林 屌尼 難道我们中国会 对这些什么 人家的国家搞不懂 沙特那些 一帝一路好朋友 喂 巴林也是好朋友 是啊 当然啦 澳洲现在都 叫做 Fan part 澳洲不用怕 喂 屌尼 我们又不是目标 要拿了27分的 我们目标呢 目标拿了18分 哇 18分 18分 没问题 那你巴林 印尼 你来沙地 是 沙地赢一场 是 那你跟着澳洲分中 製作也赢一场 是 喂 你抱着这样的心态 是 跟着就算我们不第二名 是不是第三四名 可以有机会 是啊 三四名再练过 喂 喂 一如 剥阿比利哥棚牙 好 就打入这个48强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明晚就是主场 是啊 是啊 那但是 你想想 如果你说明晚那场 那场坡呢 就是说认真 嗯 啊 都是输博 主场 但是我记得沙特放水 都是输博 哪里放什么东西啊 你只是 那是 沙特 那是 沙特有时 为什么你又跟我买石油 那样那样 他竟然是可以赢 就是阿根廷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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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这么说 阿根廷问心一句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 大家心中有数 你问我 其实阿根廷 上届 你说真的 是最好看得哪一场呢 上届没有场好球 阿根廷 最好是决赛那场 是决赛那场看得最好的 之前有多厉害 不过也算是进入决赛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那 我欺 你说放不放水 以现在中国这样的状态和信心 就算他放了水 你都未必能进入球 不要紧要踢人 是不是 我也是那句 你踢人 你踢到才行 天保利潮中的 喂老实说 如果你一踢 真是开球 人家会打你 就是 求证出来做 当然 打完他求证 喂 喂 你老母子 人家是鬼佬 你够认证 你够认证 跟别人打 你不就像我那样 你老母子 喂 老弱富裕 我一定欺负他 你老母子 我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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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有什么僱傭兵去俄罗斯 其实我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你怎可能 我吃完了 你够不够僵 你是不是黑鬼 好了 今天这样 我们不停地说说这些新闻 陳志思做過專訪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會找這個人來做專訪 他只不過是前行政會議召集人 過氣 過氣的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 團結香港基金 整個基金都不用理會 我認為 走出來做專訪 難道又是特首跑馬仔 其實我對現在特首跑馬仔 就真的沒什麼興趣 以前都覺得不同的人去做 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 後果或者 但是現在我真的毫無興趣 誰做 雖然可能都是一樣 但是我看他講什麼 他今天 他說 第一 他說 探中央送大禮 變相養懶港人 我又賴 當日 就算由董建華時代開始 他未必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志思都分分鐘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董建華不是 曾蔭權都一定是 以我的記憶 好了 你又賴 你問我 你說養懶港人都是養懶那些有錢人 送了什麼大禮 五百八人 第一 他什麼大禮 你 你經常說 什麼叫做送大禮 他下來買東西 我們是否不用給他 是吧 他下來消費 喂 都是真的大家交交易 就算過來上市 都過來賺錢 他上市他也是在那裡集資 是吧 有什麼送什麼大禮呢 你反而簽完那個SIPA 你問問我 你問那些同業員 什麼會計師 醫生 有多少個律師在上面開到 結果 那些都不要說 就算我當你 這個真是大禮 養懶香港人 是養懶你那些 那些 那些商家佬 一賺不到大錢 就以董建華為手 去黑 喂 你問我們香港普羅大眾 甚至乎現在還在做官 每個靠自己而已 雖然有很多人overpay 在過去十幾年 好了 那些都不要說 最重要的是 現在這樣的環境 他段訪問很久了 我節節要 他說首先要分辨出 究竟這些各行各業急不景氣 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問題 才能夠對症下躍 好了 於是他有一大量分析 好了 譬如他說 金融市場 只不過是周期性調整 就不是結構性 他很有信心 他說國際金融中心在你有生之年 絕對是我們的優勢 他這樣說 有生之年 他說香港的最大優勢 就是國家的窗口 為國家增值 這個是無可取代的 香港背景 有好的法律基礎 資金流通 和美金掛鉤 這些背套 屌你都沒有欺 香港是好能佔優的 所以現在只不過是周期性的調整 這個分析我不敢說你一定錯 周期都幾長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用來特首拍馬仔 你竟然去判斷 這是周期性的調整 而這個背景就是因為 我們還是依賴著中國 他就算因為現在國外有承認 經濟不太好 但他們難道成勢也不好嗎 他一樣要來集資 而他分採分掠了一件事 就是 現在國際怎樣看你中國 國際怎樣看你香港 這個是不是周期性呢 我不膽跟你爭 我非常有懷疑 那為什麼要回答我 為什麼印尼IPO 印尼Indonesia 為什麼跟你打一對 你還想過我們 為什麼呢 印尼股市 我擔心 我爭蠻 我真的 我學會淺薄 我根本來 假設我都不知道 原來印尼有 有 時尚市 或是有 時尚市 你不可以去理 如說是台灣 家權傅 你不會理 人家 過了你 不是印度 大家弄清楚 印尼 然後你跟我說這個是周期性的中國復蘇 中國復蘇還有很多外來的因素 你們不會認清楚這一點 那你說這些接受的訪問有什麼意思呢 好像你說樓市 他說始終譬如說房子和店鋪和商是可以分開的 他說他覺得房子因為有個江衰 所以也不會怎麼跌 你有沒有去看過 那些人真的會走 那些人真的會離移民 而離的人我夠膽講 你繼續這樣下去他都不肯下來 怎麼都沒有好處的 他下來做什麼事 我下來捱女孩子 好了 就算真的下來貪你 可能找到一萬來兩萬元 那你想想那幫找到一萬來兩萬元的同胞 他是不是會跟你買樓的人呢 最多就是住劏房 或者他真的住過七年的新鮮公屋 他會不會跟你買樓 你又覺得這個又是周期勝 反而你覺得店鋪 就說那些商店鋪 就可能是結構性 我覺得也是 但其實也未必是 如果香港人做得好 不要做一些稀幸的 多些遊客來 那些店鋪當然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一天可以做幾億生意 你知道這些店鋪一天可以做幾億生意嗎 店鋪 一個店鋪可以收一多元 一多租 一年租可以去萬聖頓拜頓大廈 以前 那你當然沒有那些歌仔唱 但整體會… 會…會… 因為我們的國安法令到外國人沒有投資的信心 但是我們的國安法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那你要逐樣逐樣說 拿出來說 譬如你說 會英國留有國安法 還找完香港 OK 是呀 我不跟你說 我們是否… 我們是甚麼民主社會 或者我們是甚麼 不說那些 那你先執法執成怎樣 執法執成怎樣 是吧 那你要面對這些問題 喏 你剛剛那時候才說 我順便再說 德國的人權組織成員 那人笑死人 好了 另外呢 他又有一件事 他說得對 他說 由2007年 2007年那時候應該是 是呀 曾蔭權 曾蔭權 他就跟馬時亨等人 OK 那麼 一齊 二十四人去中東沙地阿拉伯 杜拜等等考察 去年 行政長官李家超同樣縮聯 去到中東各地 意欲開拓相機 那這十幾年 他們說政府是想做事的 記者就問他 那 那港股做過甚麼 那他呢 帶點自招 舉手承擔責任 你不是自招 舉手承擔責任 我們覺得不太討厭你 他說 可以回答你 是甚麼都沒有 神經病 如果甚麼都沒有 從2007年 我不記得阿超哥 後來剛剛到去 你們好嗎 你們這些傻子 思維素餐經歷 歷三屆特區政府 你去做甚麼傻子 游負嗎 騎樂陀嗎 叫雞又未必有 騎樂陀咯 叫菠蘭正 不過那邊的雞 我叫你老母 搞甚麼傻子 老實說 你問我 你問我 雖然我經常嘲諷你們 那就永遠很難跟你們爭辯 有做好過沒有做的 你真是 譬如去東盟 你真是傻子回來 屌你老母 是傻子 傻子回來 結果每次回來 他們說到搞亂了 我們經常覺得 印資 你最好 譬如你柬埔寨 先不要說柬埔寨 但是說一說一說 就叫 喂 香港人去那邊做生意 你究竟想我們 賺別人的錢 還是想他們的錢走呢 就是 究竟 然後就說 那邊可以多多些學生 來香港讀書 我們津貼他們 要來把錢 那怎麼辦 喂 大哥搞甚麼 還要錢 還要津貼他們來 讀完都未必在香港做 你真是歪了頭 越來越拿去應 我可以回答你 甚麼都沒有做過 甚麼都沒有做過 你就死掉了 你行政會議 照習人來 你打算不用揹揹票嗎 林鄭那時是 不是你打算不用揹揹票嗎 因為你不是特首 行政會議照習人來的 每個關人忍事 還敢後面出來接受訪問 然後還說 中央給錢 我們等於養爛人 第一 給我甚麼 第二 就算給過 喂 你們不認識居安司 你們不認識放長眼光嗎 我們也叫上面給 不是你們 不是 不是 關我們事 因為他們賺的錢 令我們心裡更難了 你炒 因為他們放些資料 例如放些資料 你最想甚麼 梁振丁叫他們放些資料 是我們 炒舖都貴了 搞了那些貴舖 本來搬去 於是由沙田 大埔 上水 粉餅 以前給八千元舖 那些人放進來 就一萬二萬 三萬 五萬 結果 以前我還可以去買鞋帶 舊式的舖 阿坦記 甚麼書局 那些 一萬八千元裝 養著幾個伙計 買文具 全家產 加到二十二十六萬 就全街 現在整理了 就變成了那些水貨店 街坊生意買不到 買鞋帶買不到 又是搭車去韓國 再不是的 就去那些 馬拉松 那些 團體換一雙鞋 買一雙鞋帶 也要五十九元 那你怎麼搞 關他事 你要想理 你就賠本賠本 好了 你看這件事 另外 琴家產 德國人權組織成員 穆達偉 在社交網站上表示 星期日晚 即昨晚來香港 被人 問話問了十三個小時 然後最後 不准入境 他說 非常失望 他說 他在X島出這一個 post 還上載香港入境處 區域入境通知書 他說 我剛剛被拒絕進入香港 經過十三個小時 不眠的移民檢查 還要不讓他睡 我被告知 不能入境 最終被允許 乘飛機去越南 我原本計劃幾天去的地方 先不要說 他這一個 所謂的人權組織 是什麼組織 這個人權組織 原來就是所謂的 自由香港協會 真的是黃太陽的 但是他本人是什麼事呢 他本人在德國的本科讀中國研究 2017年開始 留學中國 曾經就讀清華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研究院 2018年 拍攝了維權律師的紀錄短片 《論律師》 《論》 《論》 遭拒絕延長學生證 之後 他轉來香港大學 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讀書 2019年 憑《論律師》奪得人權新聞獎 我那時候還問香港 好了 好了 喂 而他剛剛是什麼呢 是去完北京 從北京下來香港 北京 讓他入境 香港不讓他入境 十三個鐘 你問什麼 搞什麼 我記得前幾天 說香港是否做了一隻 黑門丹的 是 你上飛機之前 航空師會拒絕你 那為什麼他來到香港呢 所以就說 大家想像他們的論盡到呢? 那時候他們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這條條例很久了 又說怕香港人回不來 他們經常說不是 我們主要是對付那些解難民 他們說的 解難民就好 什麼都好 現在搞到旅遊公司有麻煩 這個穆達偉的德國人有麻煩 北京都被他們入境 你大覺北京嗎? 還有啊 北京這輪極心嚴 剛剛我們見了一群兄弟 非洲兄弟 人家都去了北京 順便去觀察 看看有多少弊殺 Anyway 無所謂 我只見到我都很感動 中國人真的不想同 好像今次大水 這個打風這個叫什麼? 就是摩蝶 我們偉大的人民政府 都撥了兩億出來購災 都算是這樣 很厲害 當然啦 不見三百多億撥兩億你想怎樣? 不過好像捐了 又是剛剛好三百多億 給日本的非洲兄弟 三千多億 應該沒有三千多億的 不過呢 現在的非洲兄弟都 很困難 錢到你才說話 你不要這樣大聲一點 最不賣錢 幫我打開 喂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是沒有啊 你當信給我吧 是呀 你怎麼樣? 我是沒有啊 你出鏡了嗎? OK 休息一會 我可以吃了嗎? 好啊 感谢观看